這間是連在一起的房子 然後因為這一邊的下陷比較嚴重 你可以看到這裡已經出現了高低差 甚至牆壁都已經裂開了 裂得非常的嚴重 那居民呢因為一些減便的 艦上沒有立即的處理 居民現在先用膠帶把這裡先封起來 甚至這個水平線都產生了一個高低的落差 這就是施工後這兩個房子整個往外裂開 往兩側裂開 這個之前地震頻繁有過 沒有啊他們這之前都沒有 921經過921都沒有什麼事情 就在施工後你看這個風裂到這些 從我接到這陳情愛以來 他們有開過協調會 那第一次的鑑定報告是由建商找的 台中祭司的鑑定單位 那第二次是居民在委託另外的鑑定公司 台灣土木祭司協會來做鑑定 那兩次鑑定結果是第二次其實是可以看到 越來越嚴重 那中間有開協調會 那協調會本身我沒有參與 但是居民反映說在過程中 建商態度非常的傲慢 然後蠻惡劣的 然後一直不願意跟居民 甚至我們的彰化縣政府的一些委員 或者是我們縣府的代表 對於住戶有一點不穩不穩 所以住戶本來已經在開協調會後來 住戶還跑來說拜託我們 再讓這件事情讓更多人知道 要求主要是在第二次的鑑定報告中 這鑑定報告中也有出現一些在重建上啊 或者是在在結構加強上的一些費用 但其實說真的那些補強費用 居民也有請人家來評估 完全不夠不夠不夠補強 那另外在補強後補強的公司 也不願意對居民給承諾說給予保護